玩具TV 玩具到第七、第十一 集第第六 拍攝吧 我經常都消磨的 今天我們講一個 我們撇開一些政治的東西 哇 拍攝這裡 哇 瘋子 裡面是真金屬的子彈商業 我中了一串 是呀 子彈真金屬 真的有鼻子 這個呢 其實玩客比錄的朋友都知道 那個軍事契彩的技術也是挺厲害的 有時候有些授權產品用不了這麼精細的東西 但是在軍事裡面可以發揮得到 所以是一分錢一分貨 但是軍事是值得玩一點的 這個卡是金屬的 金屬的 金屬的 真的嗎 真的嗎 開到的 不是第一次出現的 真的開的 是很多年的事 今天先講一下題材 我們就不講一些政治的東西 因為其實這個在外國來講都很敏感題材 因為有時候是 德軍在二戰的黨衛軍的 MG42的機槍隊 這個就是我們其中拿了兩隻上來 因為第三隻其實還未出 所以沒有 現在暫時DIG出了頭兩半 是現科來的 是現科來的 他就出了三隻 其實這三個有一個帶遠帽 Visard Cap的長官的角色 其實這隊MG Team 英文第一次 之前這隊MG34 Team 那個就是 國防軍 就是德國正統的陸軍 其實第四支的軍隊 海陸空 就是希特拉形容的 就是這個黨衛軍 SS 他們是第二師帝國師 其實是最精銳的部隊 第一、第二師是最精銳的 這套 說回產品 這套 他說當時應該是 我猜大概是 打東線的時候 打蘇聯的時候 那段時間穿的 為什麼呢? 你會看到典型裝備 就是 將頭盔由白色 就是冬天服裝 你會看到 仍然都露出部分的 SS的DECO 那套卡拍的時候 SS的DECO 給它 沒有影響 Logo 因為其實香港沒有什麼禁忌 但是 在外國來說 有些是很禁忌的 不行的 那就給一下Logo 好了 其實就是 我們自己一手打架仔 你看到 有這些PAKER 這些冬天的褲子 通常可以兩邊穿 站起來 將褲子 裡面有勇 這一款是沒有的 有一款是有的 另一款是有的 另一款是迷彩布 就是做到出來 是做到的 就是原裝的德軍 當時那個年代已經是兩邊色 一隻是普通的軍綠色 另一邊可能是白色 可能是迷彩色 看什麼款和什麼時期 玩開意見的朋友 都很熟悉的了 德軍的迷彩和服裝 是最多變化和最有型的 這個典型的冬天服裝 每兩隻都有的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他真的當真地做的 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 所有東西有金的 是的 這樣就 是值得玩的 我們講一下配置 很多人會關心 這兩隻是怎樣 誰打誰 你看到左邊 近的那隻是機槍手 通常德軍的編制 裡面的重機槍隊 就是主機槍手 副機槍手 這個什麼得之筋 就是槍的 還是主機槍手 在工資產品裡面 他就沒有了 只有槍 加上現在看到的東西 還有衣服 還有一抽的子彈仔 這裡的樣子 就算了 子彈仔 還有一些漿 柳子 士啤柳子 那些小金屬子彈 就完了 反而右邊這隻 我們叫做 很多東西 另外一些叫隊員 副機槍手 他就會拿著 拿著一抽的 剛才的滴滑的 支援的 對 支援的就是這個 金屬子彈箱 年珍金屬子彈 這些 我們叫做 打天上的目標 不要說別的 打天上目標的 妙俊 笑 那這些 其實當時德軍這支 MG4已經很厲害 可以打 真的打到戰機 不是打 對 那 另外 他就會有些 magazine drum 其實這些都是載子彈的 但這些通常一個 Drum 圓形 載50個回合 即是50飛子彈 其實很快就射完 很快射完 你知不知道這支MG42 其實一分鐘可以射到多少發子彈 多少發 多少發 1200發 過了個年代 你這樣 那怎麼辦 一秒鐘射20發 Tic Tac Tic Tac Tic Tac 就已經20支了 對 很快的 很快射完 當然你不是按死的按鈕 就是按一分鐘 所以他們要大量的子彈盒 和子彈 那些鼓 所以整隊隊 通常是七個人的 即是重機槍隊 但通常 德國人的重機槍隊 是天下無敵的 因為 當然 除了塔拉車來到 當然要閃開 但基本上 壓制步兵 或者很多的部隊 其實都很厲害 一個 Team Leader Squad Leader 一個主機槍手 副機槍手 然後有三個Riffleman 即是三個步槍手 拿這些東西 因為拿很多工具 因為如果它不足夠的子彈 其實那個威力就會減低 那麼 當時盟軍 最近那支M19多 即盟軍那支重機槍 都是射到一半的速度 所以射到590發子彈一分鐘 所以其實當時德軍的技術 已經是快一倍 那麼 本身的速度快 射出來的聲音很奇怪 那麼 你叫做希特拉的鋸齒聲音 你會看到這一款 這一款 它是因為輔助員 其實它有拿一支MP40 其實正式來說 MP40在德軍機編制裏面 只可以是NCO才拿 即是說一些下街的軍官 才可以用這支MP40 因為當時這支MP40 是比較先進的武器 因為是一支很輕盈的機槍 就不同隔壁的重機槍 所以這個其實理論上應該是Squad Leader 但當然產品方面 它可能的編排不同 因為如果真的組裝完 是要七個的 正常的機槍隊 這個Maker Syndrome 就沒有剛才說話的聲音了 這個就是膠的 是剛才的 然後再加上長方形 這個就是金屬的 然後再裏面 先開一下 它是做一模一樣的開法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對 開不了 有點緊張 所以剛剛的滴變身是很厲害的 就是做這麼多步驟 為什麼這麼困難 你還給阿滴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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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久沒有開了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二戰迷 但是真的太久沒有玩了 還有手腳 這些抽 其實你這樣 其實是不止的 真實應該有很多票 但是這裡 數都數到至少有四五十發的 全部是金屬的 它怎麼都穿在一起 哦 其實就 可能有機器 半機器幫忙 就是可能有些東西 把子彈全部放進去 然後套上一條 橡筋 子彈捏進去 實際 這些盒子 就不只裝這麼多子彈 好了 這裡阿滴就示範了一樣東西 你瘋了 子彈真的可以放進去 彈甲裡面 不是開玩笑的 還有彈弓的 裡面還有 可以退出來 可以退出來 不知道 它給了你幾粒 你就馬上慢慢放進去 其實是很開心的 我看見很多是玩開比落 但是沒有玩過軍事題材的朋友 見身這種裝備 就覺得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DID 這個是 他們長期都是這樣做的 當然也是工藝 我經常說 1比6的模型 根本就不是手作來的 即是手工藝品 即不是產品 是手工藝品 我覺得其他主流牌子 1比6都是這樣的操作 不過在軍事方面 掃描得更多 剛才叫的DAMP牌子也是 他們現代軍事都很強 這些也是金屬的嗎 真的麻煩你 再說一次 這支MG42 如果未擁有過的朋友 值得擁有 因為這個是全金屬的MG42 好像都是DID的特殊 之前推出的版本是交的 真的知道是這麼用的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要換這支藝品出來嗎 為什麼呢 過熱 沒錯 這個人很厲害 所以這個不是火箭口 一支後備的 這個叫做窗管的盒子 就裝上另一支窗管的 這支窗管不是要扔掉 不過要散熱 對 因為過熱 窗管是用不到的 因為膨脹 準性度各樣都會有影響 對 換了另一支 難得它是做到結構 其實做金屬不難的 用DICAST DICAST 那支窗管也是出來的 出到沒有 出不到就多砌幾件 但是這些呢 它是做到的機械 這個就是用很多人手去做的 就是組裝可以動的 其實都可以放進去的 不過我怕裝不到這麼多 因為其實這個盒子 裝得很少 捲下去其實都可以的 我記得當年有牌子都做到這件事 對 那射的時候就是這樣的 我們可以模擬一次 怎樣 這支機槍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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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應該放不完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呢 對 就會拍下來 對 那 主機槍手當然是拿著 機槍 發射了 對 Tricker 也會動的 那另外一個 就是做什麼呢 因為這支子彈 特色的附罪 就是比較差 因為這支機槍射了 這支機槍射了 但是它會打斜 哦 所以其實已經是會出的 但是有時候就會閃自彈 對 對 對 因為太快了 好漂亮 實在太快了 很容易閃的 所以整套主菜就是這支槍 所以這支機槍分開了兩邊 將那些 那些 分開到這邊 因為這支槍本身也是一個很精美的作品 這個 打天上的東西 所以應該放在哪個位置 放在這個 這個準星的位置 大概在這裡 哦 這個 因為這個位置 一定不需要放近眼 放近眼就知道自己 所以放在那裡 對 應該會再出一個Tripod 就是那支三腳架 這個怎麼用呢 這支應該是 是支撐住底部 我暫時不太記得 不過以阿迪那種 對機械那種天分 應該都很快知道 那 就說一下 它這套的 這套呢 這套 這套 MG Team 我覺得它不是玩什麼花款 就是很務實地 將整套 MG的裝備 做出來 做到金屬的金屬 另外就是 當時SS 其實早期都是用一兩個pattern 雖然SS是很多迷彩的 冬天 秋天 春天 混在一起 但是後期因為 資源頻發 就會混亂 但是早期其實 每個年期 每個年代 或者每對裝甲師 其實它們用的pattern 都是有些特定的模式 所以它這樣配是對的 因為 看到白色頭盔 就是早期戰士 就是東線那邊 才有白頭盔 後期的戰線 為什麼不是有白頭盔 一來的時候俄羅斯 蘇聯已經打到歐洲中部 另外就是 因為那時候都沒有 沒有心機做這些事情 只能夠 拿了頭盔 戴到就戴了 後期 很多德軍頭盔 連揮號都沒有了 就這樣 一揹出來之後 就 上了軍六色 就去的了 好 最後看一看 這些 基本裝備 全部都有的 拍了 好了 介紹到這裡了 中二二線的朋友 很熟悉 那麼 這套 真的可以 中二二線的泡洲 可能也有興趣去收藏 當然沒有玩過的 其實也挺重要的 好 我們再開一個節目 好 謝謝阿滴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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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